话说这很久以前 有一个姓徐的男子 叫徐茂强 他是一个小商贩 为人处事非常不正经 所以生意永远做不大 还有一个漂亮的老婆 但他自己不自信 经常是疑神疑鬼 差点回了整个家 他是关中人士 人长得也不算太差 可生性胆小又不自信 家里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姓陈 叫陈美佳 陈氏人美心善之书达理 是一位难得的好娘子 两人婚后这日子过得不差 夫妻之间也恩爱有加 可陈氏因为这貌美 走在街上经常会招人回头一望 徐茂强因为这个没少受气 总是因为妻子被人看 自己感觉不舒服 话说有这么一年清明节 徐茂强跟陈氏去上坟 祭拜仙人 刚走到一半路程 忽然前面出现了一股旋风 就在中间旋转 挡住了两人的去路 徐茂强觉得这事有蹊跷 他想今天是清明节 可能是小鬼抽官 出来找祭祀的对食物跟钱财 想到这里他也不敢怠慢 就告诉妻子就说 既然是鬼神拦路 我们就应该把那祭品奉上 两人迅速的倒了一杯酒 撒在地上 又拿出一块肉放在地上 徐茂强开始念叨 我们都是穷人 也没啥之前的东西 给您敬一杯啄酒 希望您老不要嫌弃 这点肉呢 也是我们小小的心愿 请笑呢 您还别说 还真挺灵验的 他刚祷告结束 对旋风四处就消散 远处传来一个声音 啊 我说过路的 看你娘子貌美 本想租借几天 念你是一个有心人 这就算了 徐茂天一听这话 非常气愤 但是非常害怕 不过听到后边 说松了一口气 带着妻子赶紧是转身回家 连祖坟都不去 他想怎么连鬼都看上自己的妻子了 以后怎么安心 让妻子出门 本来就因为这回头率高 总觉得自己吃了亏 不想让妻子出门 这下更不得了 从此 徐茂天以不安全为由 不让陈氏独自出门 相当于给妻子紧了足 夫妻两个因为这事 产生了不少矛盾 陈氏经常会难过哭的事 两眼都红 这日子很快 转眼到了第二年 徐茂天有事 不得不出趟远门 临行前 他一再叮嘱妻子 千万不能出门 不能独自出门 然后才背着包袱就离开 为了尽快回家 他一路着急赶路 错过了速度 眼瞅着这天就要黑了 自己却还在深山老林之中 距离两头住宿的地方都很远 此时他有点害怕了 但是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赶路 太阳落山之后 天上依稀能看到这星星 林中似乎总是传来猛兽的吼声 徐茂天心里更加害怕 脚下的步伐更加紧凑 突然 正前方的路上 有这么一位童子装束的仆人 挡在了徐茂天的去路 他问道 请问来者可是徐先生 我奉主人之命 接您去府上一坐 徐茂天惊他 你家主人是谁 有何事请我 那府上又在哪里 这仆人摇了摇头就说 主人是谁 您搭了府上自然就会值得 这什么事 那我就不清楚 仆人又指了指 右前方就说 府上就在那边不远 请先生随我走 顺着仆人指引的方向 徐茂天果然看到了 微弱的灯光 似乎还挺大一片 心中虽有疑惑 但还是跟着童子 向灯光处走去 这大约走了 两三里路吧 呈现在二人眼前的是 偌大的一片宅子 其中一座宅院的大门敞开 门口站着一位童子 跟徐茂天身边这位穿着 一模一样的衣服 就是这里的 先生请进 里面是灯火通明 照到整个院子内 如白昼一般 眼前是楼阁厅台 于是假山 应有即有 无颜金碧辉煌 看起来十分奢华 显然这就不是普通人家 该有的样子 徐茂贤疑惑地扫射着 堂内的一切 心里就盘算着 自己并不认识这样的富人 而且这里离家 有两三天的路程 那附近的人家 更不可能认识 徐先生 莫有惊慌 老夫是你的故人 突然 堂中出现一位 身着华丽衣服的老者 看起来给人一种 卢雅高贵的气质 应该就是 童子口中所说的主人了 老人家您是 老者邀请了徐茂贤落座 吩咐下人 赶紧上茶 先生莫急 先喝口茶压压惊 方才临终天色已晚 又有猛兽经过 想必让先生受惊了 徐茂贤喝了一口茶水 就说 哎呀是的 外面呢 天已经漆黑了 加上这猛兽怒哄 实在是令在下乱了方寸 急行之时 已经迷了方向 正不知如何是好 没想到恰封 那童子召唤 说贵人邀请 甚是惊喜 只是我们似乎并不相识 不知道贵人找我 欲有何事 还望贵人请示 令在下早在西安 老者笑了就说 我是这临终的鬼仙 去年在路上 你还邀请我喝酒吃肉 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你怎么都忘了 徐茂贤听后更是 摸不着头脑 去年何曾请过这人 喝过酒 怎么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 难不成 难不成我是被吓傻了 看着徐茂贤茫然的样子 主人笑了笑就说 去年清明事件 你和妻子前去上坟扫墓 半路不是碰到一股旋风挡道吗 你还用酒和肉 祭祀了旋风 想起了没有 我就是那旋风 徐茂贤一听大惊 立刻站起来 你真的是鬼 那我 我岂不是在地府 这老者摇头就说 不是不是 先生放心 您是在阳间 此林名叫九仙林 因为只有九只鬼 留在此地而得名 我是最年长的那一位 负责管理其他的小鬼 先生曾经款待于我 如今我可以满足先生一个愿望 如果先生有什么不放心的事 或者有什么心愿 你可以告诉我 我将尽力把先生实现 徐茂贤一听激动就说 事不相瞒 小可正有一件事 常挂于心 令我寝食难 不过 先生带说无妨 我自当尽力 我家娘子生得冒昧 每次出门都会惹得这闲人回头 总令我心中不悦 贵人可曾记得 去年我们临别时说 要借我娘子几日 我以这小本生一糊口 虽然不常出远门 但仍要需要早出门闺 留娘子在家我非常担心 可我又没有什么办法 老者一听就笑了 先生您多虑了 老朽并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说那句话的是先生的一位邻居 想必他也是上坟路过的 见先生祭拜于我 故意息怒 先生家中既有被娇妻 为何心中总想着跟其他女子 有余睡之欢 你从心里已经背叛了你的妻子 而她只是被人倾慕 何错之有 再说她是被动的 跟你的主动相比 要比你强态度了 我虽然不能改变你的想法 但可以告诉你 这次外出家中恐生变故 带你办完事回到家 不论发生什么 切记不要冲动行事 许茂侠一听羞愧难当 心中惭愧不已 他知道错了 跪求老者给自己指一条名路 帮着自己度过此劫 此后一定会痛改前非 不再胡思乐想 老者常态了一声就说 我这老朽不想帮先生 实在 只是能说这么多了 否则泄露天机 对你对我 都是一个灾难 只要先生记住老朽刚才的 即去叮嘱 日后已成相待 定能破财消灾 和家妻兵器前嫌 像本中老大 徐茂侠听后不敢怠慢 立刻起身向老者拜别 不知道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心机如焚 想到自己已经走了三天 距离此行目的地大远 还有两日路程 等办完事再回去 少说也得十余日 转念一想 出门赚钱就是为了养家糊口 假如这家没了 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 那还不如掉转身往家赶 这次的生意不做也罢 正在这时 远处的太阳露出了一抹鱼杜白 徐茂侠从这草丛中刚刚爬起来 忽然一惊 原来刚刚是做了一场梦 可是梦境竟如此的真实 当徐茂侠心有余悸 其实徐茂侠昨晚受到惊吓 慌不择路 已经撞到树上云了过去 这犹豫再三 徐茂侠决定还是先回家看看 即便自己加快脚步 也得两日之久 希望回家一切都来得及 踏上回家的路程 徐茂侠没晚只敢休息一个时辰 其余的时间都用来赶路 他刚刚进入灵香地界 天上就下起了瓢泼大雨 地上宁宁不开 根本无法他继续赶路 没办法 徐茂侠值得是停歇了休息 他找了一家客栈住下 整夜是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第二天一早 天还没亮 他便起身洗漱完毕 踏着泥泞的道路 不到中午 徐茂侠赶到了家中 这妻子见他满身泥泞 双眼充血 差点没认出来 吓得他赶紧上前扶着丈夫问他怎么了 徐茂侠莫不作声 四下打量了家里的一切 忽然开口就问 我走这几天 家里有没有什么事 妻子诧异的说 为什么呀 就是下雨就屋里进了点水 可他想到梦里那位老者说的话 那位妻子在撒谎 不由的叹了一口气 正在狐疑时 他发现潮湿的地面 有个男子的脚印 而自己还不曾去过那里 这明显是有别的男人进来过 这个妻子为何要骗他 徐茂侠去得是浑身发抖 心想 平日在家自己 远方厮守才勉强能看住妻子 可自己刚一出门 就在家里干着偷人之事 真是岂有此理 他将老者的顶住 望得一干二净 过了一个彻夜难眠的夜晚 徐茂侠一气之下 将妻子告到了谢牙 他向县老爷说明一切 状告妻子不守护道 县老爷传陈氏上堂对指 可陈氏死活都不承认 说自己并不知道那脚印是谁的 牙役于是到他家里查看脚印 因为这对脚印非常特殊 一身一浅 明显是一个身有残疾之人 经过调查 他查明真相 原来那夜下雨 雷声轰鸣 陈氏害怕雷声 蜷缩在抗角 不该有任何举动 虽然听到拐角的杂货箱里响动 但他以为是老鼠偷食 并未前去查看 一夜惊魂未定 直到丈夫回来之后 这才恢复 实际那响动呢 就是一个瘸腿之人 瘸腿的盗贼潜入进来 趁机将徐茂强毕生的积蓄 盗取于空 因为徐茂强平日里担心妻子不轨 将赚来的钱财 统统背着妻子收藏在那里 陈氏仪说 怪不得这么生气 原来是这样 你以为天下的男人都跟你一样好色 你以为我在家里跟你一样 就想偷人吗 徐茂强惭愧不已 顿时羞红了脸 又想起那晚做梦的事 悔恨不已 知道自己就错了 他当了众人的面 向妻子是低头赔罪 并保证自己以后 会改掉这小心眼忌妒 猜忌的毛病 现老爷为了给陈氏台阶下 打圆场的说 宁拆十座庙 不拆一桩婚 陈氏这次就原谅他 由本老爷为你做主 假如这徐茂强再不改成 我是生非 我替你修了他 经过此事 这徐茂强将老者 盯住自己的话写在了纸上 贴在夫妻二人的炕头 每天早晚都念一遍 警示自己不要再犯错 从此这夫妻二人恩爱生活 徐茂强在外地经营着生意 越做越大 而且他听从妻子 教诲帮助乡邻 多行善事 后来就成了当地 家喻户晓的徐大善人 多行喻户晓的徐大善人